美顶公司 美顶公司 美顶公司是个平台 就是说 它同时在支持我们的美顶画廊 我们跟别人合作的设计公司 制作公司 美顶公司也在支持徐振这个品牌 然后徐震是从我个人创作到今天 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艺术品牌 然后徐震有一个徐震专卖店 它里面整个的从艺术品 从各种形式媒介的艺术品到艺术的衍生品 也就是说它的工作范围是从非常专业的系统 到大众文化的这个系统 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东西 是一部分前面大概四分之一的一部分吧 这很长很长很长 然后它也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好像为数不多的全是斜的 因为一般都是直的斜的没头不多 这个我们是原分不动数据扫描回来 然后3D再打印再翻成什么样的 我觉得作为作品本身应该都是独立的 就是说你可以割裂全部割裂 但是它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是一种使用现在的一种视觉符号吧 或者一种文明的符号文明的一些代表 我觉得是一种符号的进化吧 今天的人应该怎么去产生新的文化 怎么产生新的面对未来的很多人身上的 比如说自信啊 比如说一种动能 我觉得它不可能跟过去割裂 但是你需要有一种敢去面对过去的很多这种勇气的东西吧 就互联网时代人已经看了很多 然后文化跟文化之间的距离 其实从这个符号角度来说已经很近 而且你很快能够去消化很多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那么细节的去了解文化 你可能看到一个Bronkowski的头 你觉得很好看 但你可能没有时间去了解它是从哪里来 它的历史是什么 但是这样的符号 它已经对你的生活其实是有影响 它对于设计 电影 整个文化 所以我们选择了很多符号 它都是这个层面的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第一感觉并不是它之间的对比 之间的差异性 第一感觉你觉得它们好像应该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 从我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密码一样 就你其实是在破解这些密码 很多文化中是有这种性的关系 图腾啊 对啊 有这种 其实是一种欲望 我觉得 包括今天人在做艺术的时候也是一种欲望 这个非洲的图腾跟日本手办 其实也是一种图腾 所以这两种图腾的欲望 它的原始的欲望在今天几千年人是没有变过的 其实它只是符号在变 种族在变 文明在变 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 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和谐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放在一起蛮好的很和谐 然后位置也很好 就似乎好像这里就缺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些作品它其实预示着还是一种强烈要求改变的一种愿望吧 因为各行业现在变化很快 因为理论上来说呢 文化行业是会稍微滞后一点 因为当一个大的时代在变化 它需要消化 就是说其实你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和巴黎作战栏 越来越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觉得是新的课题 就这些事情我从来不会认为是不好的事情 那可能很多艺术家会认为 这个好像是不是丧失了一种地域的差异性 导致我们的工作怎么怎么样 我倒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就这是个新的课题 它使你很多原来的比如说 这种冷战之后强调一种差异性的这个东西消失了 它会变成一种怎么办 就我们都一样怎么办 这个是新的系列绘画 全新的 我们也从来没展过 但是画得很慢 一点点甜色填出来了 所以会特别慢 而且黑白画完用彩色的来染 其实跟我们这些就是非洲雕塑戴面具 包括跟日本卡通结合跟永生 其实都是有关系 就各种文化之间的交错 叠合就是说 它可能有冲突产生的美 或者和谐产生的一种美感 因为有文化的人 又会认为有象征性吧 当然可以说很多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它就是一个文化符号 而且它其实有一种消费性在里面 我们自己在创作过程中 你会发觉 隔得那么远的几种文化 它放在一起 就可以放得住 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认为是一个文化的密码关系吧 就是它的一种各种 人类人的比如说共性 在不同时代 哪怕不同文化地理环境下 产生的一种共性 我觉得会越来越明显很多东西 大家习惯性把画说得很华丽 就很漂亮 但其实内心遮住了很多 就是不同的东西吧 然后呢 用这种金属的链条来说呢 它本身很像一种固化的束缚的东西 就你说出来的东西 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 这是一种双人剑一样 但是它放在一起很美 就很炫 很表面 内容都是从各种漫画呀 讽刺的这种卡通里面的对话 就像我们那些人生哲理 这种鸡汤文学一样 就看一句很有感悟 看一百句也是这个样子 但大多数人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就其实你会看到里面有你的一种关系 有点像一个世界一样挂在墙上 有一个透的关系 所以绝大多数还是一种 就是说从美学走到概念 不是从概念去找一个美学 但应该是双重的 我们就先要把它排出来 然后用不同的链条排出来 确认之后呢 然后这些链条去做一个防腐处理 就是防止它褪色 然后再把它沾上去 然后最后做清洁 其实这个作品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它本身的这个来源 比如说它是从我们日常小时候吃的蛋糕 奶油从这上面来 就是说 其实所有人都有一个童年 然后所有人都捡过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利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视觉符号 变成了一幅绘画 平面的绘画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波普的符号 就是它其实并不是说让我们回忆 它其实是把我们带进一个 就是说非常丰富的 然后视觉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平面的 平面的关系吧 那我觉得在 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很难有一个这样的符号型的东西吧 我觉得是有这种双面性在里面 就这个作品的意义它也在于 它其实是在跟你的 这个层面的固有经验做对抗 所以很多人说 你这个作品很美 是不是没有什么 好像美到一定程度失去了原则 失去了什么 但从我讲的话说 恰恰没有 就恰恰是说 你能不能美到失去原则 我倒认为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了 就是说我们希望徐震的品牌是一个 至少在今天中国的层面上是 能让更多大众接触到 我们希望它有点像一个艺术类的迪斯尼 或者说是一个覆盖一定全产业链的一个艺术品牌 因为实际上它彼此有很多矛盾 比如说大众化跟精英 精英跟大众之间似乎永远是不可调和 但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一个创作方向而去解决它 所以它应该是从规模上 从接收度上是很广 雷霆公司我们希望它能够一如既往地 对我们前面说的这些东西的一种拓展 同时在所谓的专业领域吧 展开更多的比如说培养人才 然后支持更多项目这样的一个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